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等加速度直线运动的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向下垂直抛体 那它跟自由落体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有一个粗速度 所以实际上当一个自由落体 虽然它刚开始是静止的状态掉下来 可是当它一掉下来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速度了 所以对自由落体来说 它只要一掉下来 哪怕只有0.001秒 后面的过程全部都是属于这种向下垂直抛体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较 假设左边这个图它是一个自由落体 它的出速度当然就是0 那它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面 就是同一个这个坐标上面掉下来的 那它的出速度假设是10 它掉下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一个速度了 假设是每秒钟10公尺 那我们来看这个自由落体 你看它掉下来一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是达到每秒钟9.8公尺 可是它掉下来一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呢是用9.8加上原来的10 也就是它已经达到每秒钟19.8公尺的一个速度了 所以你看同样都是掉下来一秒钟 你可以发现这个距离的差距呢是相当大的 那你看它掉下来两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9.6公尺 但是呢它本来就已经有一个速度是10 所以我们把这个19.6呢再加上10 所以你看它掉下来两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呢可以达到每秒钟呢 29.8公尺 几乎呢就跟这个自由落体呢 掉下来三秒钟的速度呢 是相等的 而且甚至还比它还要来得快 那因此你可以发现呢 它后面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大 好所以你看它掉下来这个距离呢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曾经提到 它是1比3比5 那这个呢就不会呈现1比3比5 它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分在这里 那这个单元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